聂伊林案开启了挑战E刑法的大门 袁怀哨抨击联邦政府 没有介入这一个诉讼案 哈喽大家好 我是Kelvin 看了这一个新闻 真的是不骂袁怀哨都不可以 虽然有一句话说 农历新年期间不要骂人 不吉利 可是你看了这个新闻 你不骂他 你对得起自己吗 对不对 他现在在说什么 他在妥妥的公开 表态承认 首先国盟有劝过 或者是有要求过团结政府 介入这个案件里面 去影响他的判决 这是第一点 国盟有这么做过 第二点就是 他直接公开的告诉你 政府介入司法体系 是没有错的 是应该的 是要做的 你不做 所以他抨击你 他在告诉全国人民 政府干预司法是正确的选择 他的意思就是 他的潜台词就是 只要是涉及宗教 种族的 政府做什么都是对的 你不做 才是错误的示范 Hello大哥 你这样简直就是把马来西亚的 沙拉越的大法官也是承认 政府在这一件事情上是从来没有干预过的 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袁怀少骂政府 然后这个联邦的这个法官 包括东马的法官都讲 政府没有干预 我们是不是可以确定 至少政府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他们没有因为害怕丢失保守选民的选票 没有因为想要竞争保守 而跟这个国盟妥协 去影响这个司法的判决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 团结政府干的比袁怀少 还有国盟漂亮的多了 而且国盟在这一件事情上 是有必要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的 你们国盟三党 土团党 民政党 还有伊斯兰党 你们的态度 是不是跟袁怀少是一样的 你们的态度是不是觉得 政府干预司法是没有错的 如果不是的话 请出来切割 如果你不表态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你们的立场 跟袁怀少的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觉得政府干预司法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在我们非穆斯林的角度 我们可以怎样看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可以大胆推论 如果今天是国盟当政府 他们会为了推动这个一行法 为了推动所谓 捍卫伊斯兰法律的地位 去影响司法 去不择手段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 哪怕这一些国盟的领袖 包括撒努西 包括哈迪阿旺 包括这个慕尤丁 他就算穿糖装 跟你讲华语来拜年 他骨子里面 他还是想要去用这种 不择手段的方式 来推行这个伊斯兰法的 我不是讲他们推行伊斯兰法 绝对是错的 OK 在穆斯林的角度里面 他们的领袖这样子 做出捍卫他们的权益 所以我们所有的事情 都要两面来看 我们不能够单单只是从 这个非穆斯林的角度来看问题 同理反仇的 即使他在捍卫他的族群 他的宗教的这一个权益 但是他现在触碰到的底线是什么 他触碰到的底线是 他把马来西亚的三权分立 简直是当成大便踩在地上 他这样子的论述 简直就是在告诉你 只要他当政府 是法是实的 他想要怎样判就怎样判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呢 就是一定要给这一个国门清楚的知道 如果你继续讲这种东西下去 你不但你不会得到这一个非穆斯林的支持 而且因为这一个马来西亚 这个多元的这个国情 你如果继续这样保守下去 继续这样极端下去 靠炒作 如果煽动种族情绪来捞取选票 你永远都不可能执政 只有这样啊 他们才有可能会收手 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很天真 他们永远都不会收手的 没有错 可是现在这一个所谓的国门 他每一天在跟你吵这些种族情绪 吵这种宗教情绪 你可以怎么办 你可以怎么办 你其实是没有太多的 这一个选择的 对不对 唯一的选择就是不支持他们嘛 那当然我们每一次发这个民调投票的时候 依然都是有 3%到6%的这个华裔观众啊 是表态支持国盟的 我觉得 要好好的想一下 对不对 他们现在可以用这样子的手段 来逼这个政府就范 来逼这个司法跟他们妥协 你投给他们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啊 那不管怎样 明天就是新年了 先收拾一下心情 避免了这一个新年了 就因为这个袁怀哨而不开心了 那今天晚上没有直播 在此呢通知一下大家 因为这个民调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不太得空 那OK啦 我已经买了这个电影票呢 跟我女朋友去看电影了 那今天的这个分享呢 就到此为止 大家记得袁怀哨这一个人 他讲出来这一番话是绝对非常的错误的 干预司法这种话 他竟然讲得出口 真的是 以上就是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拜拜